大家好,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这里每天为大家提供最新最热的娱乐八卦新闻 喜欢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张杰落魄时弃他而去 名声大造时长果谢娜 如今的他竟过成这般模样令人唏嘘 明星出道的途径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我们看到芒果台的杜海涛和沈梦成在一起八年了 两个人分分合合可以说是房间消息不断 有人说是沈梦成借杜海涛上位 但经历这么多年 我们看到沈梦成的努力 也希望这对恋人早日步入婚姻的殿堂 芒果台谢娜和张杰 两个人在一起的经历也是像极了上面的两个人 只不过在这对恋人中 南方张杰相比较当年的谢娜 算是基本没有存在感 因为张杰当年在选秀节目中实在是太低调了 如果没有谢娜的帮衬 张杰真的可能就被娱乐圈里面的新人派在了沙滩上了 然而张杰慢慢的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谢娜的捧场出人头地 当年的一位叫做段希的女星 却自曝当年她是张杰的女友 虽然当事人没有承认 但也没有正面否认 今天就看一下当年这几个人的感情纠葛吧 段希原名段文涵 早年在参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中 与张杰认识 两个人作为同档节目学员 或多或少的就在私底下有着不错的联系和交流 比赛期间两个人也传出了绯闻 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当年张杰选择了北上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 而段希则是组成了女子团体 没有成名注定段希也在张杰落魄的时候 弃他而去 当年张杰本可以凭借着冠军的名气一举成名 最终还是在07年选择了参加芒果塔的快乐男生 这一期间张杰和谢娜在一起的消息 却让自己火了一把 不管是借谢娜上位还是自己的唱功等等 成为了舆论焦点 这时候身为张杰女友的段希 进入了比赛现场 当场掌裹谢娜的耳光 因为怕这件事影响到比赛的过程 甩着梁巴掌的事情 整个比赛录制完 谢娜的经纪人把这个事情才告诉了张杰 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张杰不管是出于对谢娜的感激还是报复 段希之后慢慢的从工作关系走向了恋人 最后两个人也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据说当年张杰在和段希最后见面分道扬镳的时候 也甩了两个耳光给他 当年这段记载活血 在段希的社交平台上的一篇博文中 还能看到当时的场景还原 当年的段希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消沉了一段时间 慢慢的很多网友知道当年的她的所作所为也是在评论区炮轰 现在段希除了关闭评论功能也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了 看来作为公众人物真的要紧严慎性 一不小心自己的前途和人设就瞬间崩塌 让人唏嘘不已 现在谢娜和张杰也是幸福的生活 大家觉得当年如果没有谢娜 张杰会像现在一样红遍大江南北吗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就像演员在工作的过程中 如果不投入感情 演出来的效果就不会好 如果投入太多 反而有时候很难抽出身 稍微有点意志 不坚定 就会应系申请 最后甚至出轨离婚 但是娱乐圈也是有很多模范夫妻的 比如邓超和孙丽 张志玲和袁永一 陈小春和应财儿 谢娜和张杰 张杰和谢娜 现在在演艺圈已经有了一定的殖民度 并且已经结婚生女 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就有这样一位艺人 曾经在张杰落魄的时候抛弃张杰 并且在张杰成名后 居然掌裹谢娜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杰是参加湖南卫视 我是男生节目 走到大众的眼前的 当时虽然没有获得冠军的好成绩 但是她的实力 还是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 这其中就有谢娜 谢娜无意中听到张杰的歌声 就被她吸引 后来在何炯的介绍下 两个人很快便发展成为恋人关系 但是因为谢娜当时已经是湖南卫视的当家花旦 张杰还是个娱乐圈的新人 于是两个人的关系受到外界很大质疑 张杰和谢娜顶着压力 最后走进婚姻的殿堂 但是在谢娜之前 张杰其实还交过一位女朋友 她的前女友名叫段希 曾经参加过我行我秀的比赛 段希和张杰当年都没有名气 在娱乐圈摸爬打滚非常的不容易 接触的人越来越多 段希越来越看不上 当时看起来没有出头之日的张杰 于是选择了和张杰分手 被分手后的张杰开始拼命发展自己的事业 于是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快乐男生 虽然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 但是却是里面发展最好的一位 谢娜赏识张杰的才华 和张杰成为男女朋友 并且对她的事业帮助很多 这样就有很多外界传言说 张杰和谢娜在一起 就是为了借着谢娜往上爬 不仅如此 就连当时张杰的前女友段希 也找过来要和张杰复合 在遭到张杰拒绝之后 更是直接找到谢娜 甚至打了谢娜 但是谢娜却什么话都没有说 默默地忍受了这份屈辱 后来谢娜才解释说 张杰当时事业正属于上升期 如果传出负面新闻 会直接影响张杰的事业 于是她就选择默默忍受 让这件事就这样过去 但是只是抱不住火的 最后张杰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大家也都知道张杰是娱乐圈里 出了名的宠奇狂魔 得知谢娜受了委屈 她当时就直接去找了前女友段希 并且当场就撂下狠话 你要是再敢去找谢娜的麻烦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就死了和我复合的心吧 网友对张杰的这个行为纷纷点赞 认为她是一个真男人 如今的张杰和谢娜 夫妻恩爱 还有可爱漂亮的一对双胞胎女儿 网友表示 得感谢段希曾经的分手 才会有张杰谢娜如今的幸福 就此两人划清界限 之后张杰谢娜事业顺风顺水 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去年又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上面 大秀恩爱 让观众只呼受不了 结婚多年依然像热恋的情侣一样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谢娜在哪 张杰的眼神就在哪 如今张杰夫妻一家四口生活幸福 事业蒸蒸日上 不过幸好 现在张杰和谢娜有了自己的宝宝 也过得非常的幸福 也算是为之前那些不完美的恋爱 画上一个句号 只不过目前网友们还是觉得张杰是靠着谢娜才红起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谢娜 张杰才不会那么多次上快乐大本营 而段希早已混迹成为18线的小明星 快要被观众遗忘了 不知道看到张杰现在的发展 以及她幸福的家庭 段希小姐会不会后悔 感谢观看